暑假漏漏長 父母最頭痕就是帶兒女去哪裡玩 我們找來主義多多的全職媽媽Megan 帶來四歲兒子 跟大家介紹一下幾個本地的暑假好去處 Megan先帶大家來一個邊境遊 這條路有東西看有東西吃 還適合小朋友玩現在最流行的平衡車 先在上水火車站坐小巴 去到總站羅湖懲教所 就可以開始走 很多住在上水粉嶺的朋友 這條路線就是他們平日會踩單車的路線 走了大約15分鐘 就見到很多牛牛 住在城市的小朋友一定覺得很有趣 沿路還很少車 只得少數居民的單車出入 可以放心給小朋友玩平衡車 Megan就建議 最好小朋友踩平衡車 帶人就逃步行 配合雙方的節奏速度 我們沿途都有見到牛 吃草 可以教他們看看 有拍手草 蒲公英 有很多可能在市區很少見的昆蟲 這裏都會找到 其實小朋友是很喜歡這些小的小蟲 不需要害怕的 其實一點都不可怕 亦都應該是用一個很正面的信息去表達 告訴他們要去認識這件事 即他們跟我們一起共處 我們現在是在到訪他們住的地方 玩到直接見到這個牌 再繼續走 就會見到羅湖港鐵站 走到最後還有一個景點 就是位於邊境旁邊的得月樓景岡 很難得的一個機會是 你不用有迴鄉政過關 但你好像跟羅湖一何之隔 就已經有一點像大陸的感覺 看一看 這條的另一邊其實是內地 但要禁區止才能進入 一般市民是不可以在這裏過關的 沿路折返 去到起點附近 其實還有一間羅太豆花 十二元就可以任吃豆花 任喝豆漿 可以趁機會停一停休息 送一送 再向另一個方向走五分鐘 就會見到好多大水館 其實這些是東江水的書水館 亦都是影相靚位 有來到這裏大水館的這裏地方 可以很近距離見到火車經過 或者小朋友可以嘗試走上水館 其實都安全 我覺得那個闊度對他們來說 都是很足夠 其實我覺得都頗適合一家大小 或者大家有假期的時候 平日更加會比較寧靜 享受到那個大事的感覺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